欢迎收看10月2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你来看到 为了推展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 台东县政府在今天举办 乐活台东闪耀人生 模范老人以及敬老楷模颁奖典礼 共计38位长者以及敬老楷模获奖 并邀请得奖家属舞会 一同来见证荣耀时刻 为了推展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 台东县政府在今天举办 乐活台东闪耀人生 模范老人及敬老楷模颁奖典礼 并送上客制化公仔人偶 以及纪念专刊 让得奖者能够增长保存 各位在今天都能够获得各乡镇的推荐 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把各位从巨星 像巨星般的打造 各位有自己的专属影片 专属摄影 以及为各位集结成一本书 希望您的一生的故事 这么的精彩 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 你在台东 您的一生这么的丰富而美丽 我们今天是颁发112年的 模范老人跟敬老楷模 那当然模范老人是 65岁以上的长辈 如果原住你就是55岁以上的长辈 那敬老楷模没有年龄限制 只要你是敬老尊贤 然后非常的无私奉献对我们长辈的照顾 我们都会予以表扬 那都是每个乡镇公所会推荐上来 跟老人福利联盟会推荐上来 所以我们这次共有19位的 我们烦恼也是9位的敬老坎 近年来县府之力以开放整合创新的服务模式 为长辈提供更多元贴心的照顾 像是敬老配敬计划 也乃至公咖啡车 以及老歌演唱会等活动 让长辈有更多机会拓展生活圈 在乡里面在村里面在部落里面 很多有这样的那个 那个一样的照顾老人家的 一样的村民 能够被海端乡选上 代表海端乡也是蛮高兴的 尽孝道是我们的义务 然后我们要让这种美德呢 要继续的发扬下去 这次共计有38位长者 以及敬老凯模获奖 也期盼借有活动赞扬和嘉许 在社会各个角落 无私奉献为家庭付出的长者 同时也带动敬老爱老的温暖社会风气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